本期的老鹰山 永不落寞的恐龙家园 渔光安宁来了 哇塞,这段时间落暴雨 这些地方山体都滑坡了 那儿马路都挡住了 又经过一个山体滑坡的地方 暴雨天啊 这个有大山的地方容易滑坡啊 我才开到几百米远 就遇到山处滑坡的了 如果是下雨天的话 跑这种沿山的道路还是要小心 咱们走那个老鹰山还有好远点? 不远了呀 就你们上街都是啥? 这是正面吗?背面? 这是有面子 那边有三六千年 这是正面哈? 那边有十八个五十八千年 那上街都是啥?没有好远啊 你走路啊,那么远 那你走嘛 那你没得退掉了 哦 重庆七江国家地质公园 老鹰山景区 这个岛都到了老鹰山那里了 刚刚到那个 金门那个大门那里 他不给我进去啊 说那个下雨 到处都在 不准进去 就像那些狂崖一样 我刚刚也看路上那些石道 在狂崖一样 那个不准进去 看来进不到 在后面就是这个老鹰山 这个千里条的 跑过来进不到门的嘛 看来 这个日子又没选对哦 看那个菩萨呀 那个石头 那个哥哥那个看起 像个人 像个菩萨那个呀 只有这个好看点的 你没想知道 刚刚到我进几个 不准进去的吧 不准啊 给他把那个吃这个 那这个人 那个人 你看嘛 有几个人嘛 那里看嘛 那个位置有个人是 那里看嘛 那里看嘛 这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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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看一看不见 那里上水咯 那里上水咯 哦 哦 又看不见 那个是人面人 人面人是,大哥的墙,鼻子长嘴巴墙了嘛,眼睛有了 你看看,收拾的 那里像个虎嘛 你看学习不知道是 就是那一面山 这个是红崖的嘛 这都是红崖 你收拾的 看看嘛 我找了个熟悉的师傅带我拍个风景 就前面那个师傅 师傅你贵姓咯 你怎么称呼 我姓罗 罗老师哈 他带我拍个风景 我拍个对面那个山 就那里有水吧 那边还有水吧 可以可以 要得我到那里拍 那里有山谷水 山谷水哈 龙土水 那边还有谷 可能如果说落了大雨的话那谷最大哈 那边的谷 那边的谷 就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两坨石头 要出那边那个角度拍的话 就像那边的谷子啊 眼睛啊 有那个角度 好 那个对头都 扶着那些都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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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